郭台銘先生此刻 他要來擔任副理事長的位置 我認為一方面是對2024的選舉 可能他有一些想像 他有一些想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 2019年的時候 其實郭台銘先生 當初要參與國民黨的總統的黨內初選 當時的國民黨黨主席 就是給他了一個榮譽黨員的證書 今天在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又來了 又是同樣的一個模式 因為這一次也是以非正規的方式 讓郭台銘先生成為了一個副理事長 他有提到說他誰都不怕 他不受任何人的威脅 今天是他給中國飯吃 不是中國給他飯吃 其實今天身為一個企業家 就是不是誰給誰飯吃 而是大家相得益彰 但今天他為了選舉 這樣的說話的那種一刀切的方式 甚至是刻意去挑撥兩岸之間的 這種言語跟態度 到後來他的整個兩岸論述 跟民進黨越來越像 你已經感受不到他該有的 中國國民黨的那個兩岸論述 你感受到的呢 就是一個整個偏讀的論述 這個兩岸企業家峰會 過去往年他的副理事長呢 大概都是只有一位 那他本來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知道說 宣告的是原本的秘書長 今年就要準備升任為副理事長 但是呢就是在劉兆璇 他在接任了理事長的位置之後呢 突然間就公告大家說 我們那個整個兩岸企業家峰會呢 要再多了一些副理事長的位置 而擔任這個位置的呢 就是郭台銘 郭董嘛 那其實呢 大家據我所知啦 就是其實現場的企業家都很錯 因為其實在事前並沒有收到相關的消息 但我知道說其實當場呢 很多企業家也覺得說 如果有多一位像郭董這樣的一個分量的人 一起來參與整個企業家峰會的話 他們會覺得說其實對兩岸交流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正向的一個幫助 那但是呢其實從2013年成立到現在 這個企業家峰會其實已經成立了一段時間了 過去的理事長就是由那個成立的 蕭萬長副總統 他來當做理事來當理事長 那現在交給劉兆璇先生 那任期呢就是從此刻開始嘛 那以台灣這邊來講的話 他的一屆的任期大概是四年 那大陸的一屆任期是五年 所以說如果從任期來看的話 從現在開始起算 他大概是在2025年的 大概這個時候會準備要換屆 也就是說呢 他們絕對會撐過了2024 那其實呢大家就會開始有一點想像 就會認為說為什麼在此刻 郭董這樣子一個 如此有分量的一位企業人士 他會來參加企業家峰會的副理事長 大家就覺得會有點好奇 那其實各位只要稍微了解 兩岸企業家峰會的這個資料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說其實在台灣 當然當然當時的創始者 蕭萬長先生是後來副總統退下來的 但是對岸當初在創會的時候 大陸方面的理事長 他是前國務院副總理曾培嚴 來擔任理事長的這個位置 那到了現在呢他的理事長呢 則是由前北京市委書記郭金榮為理事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看得到就是 其實這個兩岸企業家峰會 他在北京來講其實 他還是帶有一點政治位 所以我在我個人來判斷 郭台銘先生此刻呢 他來擔任這個副理事長的位置 我認為呢一方面是對2024的這個選舉 可能他有一些想像 他有一些想法 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希望 藉由這個企業家峰會 能夠跟對岸當中有可以做一些 更深入的交流更廣泛的交流 畢竟現在兩岸之間的交流 是有所阻礙的嘛 當我看到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覺得 我好像回到2019年 當初國民黨黨內初選的那個 時間點跟那個畫面和那個感覺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2019年的時候 其實郭台銘先生當初要參與 國民黨的總統的黨內初選 他是沒有辦法參與的 因為他的黨籍年齡不夠 但是呢當時的國民黨黨主席 他就給他開了一個 就是給他一個榮譽黨員的證書 因為感謝他的意思說 感謝他過去對國民黨 這麼多年的奉獻嘛 給他一個榮譽黨員的證書 那你要知道其實就我來看 當初這個所謂的榮譽黨員的證書呢 其實也成為了當初國民黨 內部不團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今天在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讓我又思緒又飄回到了 2019年的那個時間段 就又來了 又是同樣的一個模式 因為這一次也是以非正規的方式 讓郭台銘先生成為了一個副理事長 因為終歸為了他 多設了一個這樣子的位置嘛 那當然啦 因為像那個企業家峰會 和國民黨這樣政黨性質的 他是有所差異的 那會不會形成同樣的效應呢 沒有人知道 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對郭台銘先生來講 這個峰會應該是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分量和位置 所以今天他才會願意去接受一個 這樣子破格的一個位置嘛 其實2019年那個時候 他剛出來選的時候 很多人對他都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因為就像之前韓國瑜先生有提到的嘛 就是他既能夠進中南海 他又能進白宮 當然當他開始要選台灣領導的這個 總統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肯定他可能沒有辦法像過去 當企業家的這麼自由 可是終歸他可能會有一些他的門路 所以很多人對他有所期待 認為說他如果有機會上台的話 可能會給中美台有一個不一樣的格局 可是當他開始正式投入了整場政治選舉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說其實他是個成功的企業家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對於政治這一塊呢 他可能真的還是非常的陌生 舉例來說好了 就像是當初他說他要捍衛中華民國的媒體自由 言論自由 可是當他在去跟幸運法師見面的時候 他就反過頭來去攻擊媒體 然後還講說就是希望媒體去問問他的老闆 有沒有接收到郭台辦的指示 言下之意就是暗示到說媒體其實是收到大陸的要求跟指示嘛 其實這個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這個其實大陸的一個敏感性 在台灣的政治政壇當中 他是具有非常敏感的一個位置 那他這種脫口而出的這樣子一個言論 其實是如果今天以他要選台灣總統這個 中華民國總統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不恰當的 那再來他有提到說他他誰都不怕 他不怕他不受任何人的威脅 今天是他給中國飯吃不是中國給他飯吃 其實今天身為一個企業家 就是不是誰給誰飯吃 而是大家相得益彰 今天郭董的富士康 他在大陸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這個也要大陸的政府願意提供很多的優惠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嘛 大陸政府這幾年其實不管是針對台商也好 或是針對投資環境也好 他們提供了很多的優惠政策出來 希望能夠讓大陸在整個不管是經營環境 或者在經濟發展上面有更上一層樓的高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魚幫水水幫魚的概念 但今天他為了選舉 所以他可能會講的比較稍微偏激一點 極端一點 他的態度就會是說今天是我給你飯吃 不是你給我飯吃 這樣的說話的那種一刀切的方式 甚至是刻意去挑撥兩岸之間的這種言語跟態度 會讓我們那個時候後來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支持他的話 會不會反而讓兩岸走向一個更不穩定的狀態 因為其實到後來他的整個兩岸論述 跟民進黨越來越像 跟民進黨越來越靠攏 你已經感受不到他該有的 中國國民黨的那個兩岸論述 你感受到的呢 就是一個整個偏獨的論述 那如果說今天他還在選黨內初選的時候 他的言論就已經被獨派 被島內的輿論所綁架了 那如果真的讓他開始進入正式的選舉 甚至未來可能有機會站上那個大位的時候 他是不是更容易被島內的情勢 甚至被民進黨去撤走 這個都是我們大家所會非常擔心跟憂慮的地方 大家企業家峰會的這些台商們 他們一定會希望說藉由這個峰會 能夠讓兩岸之間不要再這麼冷凍 讓兩岸之間有更多的交流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其實在這段時間當中 因為兩岸之間的感情不好 因為兩岸之間現在是陷入一個敵意螺旋的狀態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呢 很多台商在大陸呢 在很多方面其實是不受待見的 他們會發現到說其實過去 他們會認為大陸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地方 可是現在隨著兩岸情勢激動 他們會感受到那個激動的壓力 所以我相信他們任何一個機會 他們都希望把握 任何一個人有能夠幫助兩岸解凍的機會 他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正面的 但我還是要回頭講 就是因為郭董在2019年為了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子的論述 有這樣的言論出來之後 其實他能夠幫助兩岸解凍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我認為這是有待觀察的 因為終歸他講的這些話是有記憶的 只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會忘記 但很多事情呢 有心的人他還是會把它放在心上 比如說我相信像大陸的民眾 像北京他們一定都會記得當初2019年的時候 郭董為了參加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講出了傷害兩岸情感的話 這個他們都會記得 那到底能夠為兩岸之間的這種冷動期 能夠破冰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應該好好觀察下去